马华鼠里总会长魏嘉祥针对槟城的道路工程提出质疑 他点出从单荣无雅通往直落八项长达10.5公里的道路工程 其中有8公里是平面道路 2.5公里是用来建设5个交通缩纽 与一般道路建设工程没有两样 但这个耗资3亿7800万令吉的工程 却需要支付1亿2000万令吉给工程顾问 创下世界纪录 3亿7800万的这一个工程 竟然他的工程咨询顾问 能够收取120个million 就是1亿2000万 占了30几巴仙 这是前所未有 那就是为什么之前工程师协会说 这个价格太离谱了 魏嘉祥接着用这个工程 对比工程规模超过10倍的海底隧道工程 隧道工程总耗资36亿令吉 但顾问费只需要9600万令吉 调侃宾州政府 化工仔不用化出墙 更认为隧道工程仍有诸多细节交代不清 八度空间张一慧 吉隆坡报道 请不吝点赞 准备 没有 优优民 打赞 对 什么 我